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走是一种力量 自童年时期起 我时常仰望着天空思考 在高空与大地面对面指示 我应该怀着怎样的心情 决定出发的前一秒是最艰难的 行百里者半久时 疫情期间的繁琐手续和危险 车也在路上抛锚 在千米高空气温骤降零下20度 可我当看到热气球上喷吐的烈焰 低温中依旧点燃了我心中不灭的火苗 我始终觉得我不仅是一名摄影师 更重要的是一名记录者 向上而行 得知火分刻判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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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